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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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聖聲唯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授辭 願解如來真實意 高聲傳講述 道宣大師 律中藍山中出主 佛教傳入中國 經兩境和南北朝得運難 於隋唐時代達到鼎盛 形成了許多中派 以沿襲綠儀而聞名的綠中 就是其中一個 博有影響的大中 這一派代代相承 發揚光大 法脈不絕 綿圓至今 其重要的影響人物 就是道宣大師 就是道宣大師 道宣大師是南朝世人的後裔 俗家姓成父親前世生 承認南朝立部上書 隨文帝平定嘉南後 前世一門流落到北方 開黃十六年 開黃十六年公元五百九十六年 道宣大師出生在長安 眾所周知當時的長安是北傳佛教的 異傳中心 寺院林立 高深雲集 以南人先天的聰慧與佛法 大興的機遇相氣令 道宣大師散種萌花 脫穎而出 經言四分慮 迅速成長為一位 異學大德 著書立說 教導途中創建了藍山律 很快的藍山律演變為 中國佛教律中的主流 道宣大師被尊為主師 至今中國的僧人 仍以道宣大師的利論為準則 高深的大院 道宣大師著書立說 多達數十種 所著十分力 三凡補缺行事超 四分力 三補隨機結模書 四分力 筆丘寒柱借本書 四分力 筆丘尼超 四分力 施匹尼一超 稱為南山中五大部 令其所著之旭高深傳 管弘明吉等為佛教文學史上之 重要名著 高深的大恨 曾參與玄奘大師之議場 抗爭唐高中僧人拜屬之 次令赴法成功 依智者法師受戒律學 為中國戒律思想史上重要的思想家 也是中國佛教律學的主流 求法不義 弘法不義 復法更不義 三者不可缺一 而且還得有捨身的精神 和非凡的智慧 能行之者則為高深 道宣大師康偉楷摩 道宣大師出生於西元596年 於唐朝的吳興 京浙江的福州市 年十五歲時於日元市出家 二十歲至大殘定市受居主界 先後醫治治儀 治首律師專員律學 之後四方參學 湯武德七年西元624年 道宣傑如於中南山 四十餘年居敬業市潛興禪定 研究律學所傳宏的四分律學 為南山中 詩人稱他為藍山律師 如果站在世俗的角度來看 道宣大師是一位勤奮的學者 一位文化的偉人 且不說從戒律之學來溝通中印文化的底蘊 五大部書超揮映千古 他所留給後人的其他著作 仍有數十種之多 而且涉及的層面之廣 質量之上盛 也令讀者 嘆為觀止 如廣宏名集續高生傳 大唐內典錄 世家方志等等 都是學術界所公認之經典大作 這些著作在對中國佛教文學史上的研究 不可替代的價值與意義 是一筆寶貴的文化遺產 唐高中赤令僧人歸拜軍卿 為維護佛們的地位與利益 道宣大師率弟子多次與皇權周旋 復法成功 道宣大師門下有受法傳教弟子一千人 相繼殘養他的遺教紅髮最盛 朝野重逢 藍山一中風行更廣 道宣大師原集於西元667年 德年72歲 唐義中賢通於西元869年 特氏號陳兆 偉人雖去封碑永存 道宣大師的風範 永遠被後人景仰 三生轉世先由育民詩 道宣大師的父母親 父親前世生 是以前的上書 南城就是國破家王 後來父母親到了長安後 隨著時間的推移 有一天 夫婦兩人 進入了睡夢中的時候 上書之前的上書陳世生 好事夢見當年金榜提名時 然而他的夫人在仿乎之間 不知置身於何處 天上明月高懸 自己的身子好像在飄動 忽然間明月大發亮光 飛速下降 直衝自己而來 只見明月化作一個銀球 直撲入自己懷裡 環顧四周 他的夫人在困惑的時候 一位天主的聖身 呈祥雲而至 夫人不知覺地何時下跪 撲倒在地 只聽到那位聖身言道 你所懷孕的乃良朝的生幼律師 身幼乃藍其 隱悅寺的身護也 應該要出家 重述釋教 就是發揚釋迦牟尼佛 佛教的教法 一講完就不見了 夫人姚氏驚醒了 睜開雙眼 只看到窗邊的月光映照在他的身上 他感受到他的腹中隱隱約約的 有些異樣的感覺 後來夫人就告訴了 道宣大師的父親 就是跟他的先生說 他說我好像做了一個奇怪的夢 他興奮地將夢中所見 告訴了他的先生 就是道宣的父親 我現在感覺身子有些不舒服 前世生 何嘗不希望有個孩子 因為國破家亡以後 發生了巨變 他們就到了長安以後 其實是希望有個香火的繼承 如果有孩子 將給兩人流亡的生活 帶來生活更充實更完整的意義 然後夫人就對前世生說 官人 身有律師 我聽說過 然而聖護大師不知道是誰 那前世生呢 因為他過去是上書嘛 他也讀過很多書 所以他知道的 他就像他夫人 就說起來了 原來聖護是南朝的 南齊的名聖 聖父是 聖幼是 和英雲關係 聖幼是 聖父的 在世轉生 聖父是浙江 快基人 就是現在的浙江省 少小出家刻意苦解 戒行严禁 僧父着席于石城山的隐悦寺的时候 四北有石壁 直上数十丈 于是发大宏愿要建一尊巨大的石弥勒佛像 在南奇的剑舞中 就是西元494年至497年 生父召集了方圆数百里的生疏 开始木工 着修 山是一尊佛 佛是一座山 功成量非常浩大 生父 当律劫师不辞辛劳 因为过度的疲劳 佛像的面部刚叼着好的时候 生父已并不起 临终时生父预言道 我所修造的大弥勒佛像 本来就没有打算一生半成 等待来世时才可以完成功成 圆满功德 我们继续说 生父律师 生父律师是梁朝 齐梁时的那个盆尘 就是现在的江苏人 幼年时 进入到建筑室 校法为生 后来专攻律部 以宣讲识诵律为业 学业大成后 障机朝野 呼传法话 门下归一的生熟弟子 达一万一千多人 生幼不但是一位 学士渊博的律师 还擅长于功造 经常奉皇帝的赐遇 主持修士照相的工作 生幼的十弥勒像 未造成 梁朝的建安王 延请生幼 祖旗 旗旗旗旗旗旗旗 完成大象的功成 于天坚十二年 西元五百一十三年 动工 至天坚十五年 西元五百一十六年 方才完工 十项高达十余杖 唯唯乎出立于云端 众生无不魂相抹拜 敬夫为三生十佛 后来姚氏是真的有生育了 就在第二年的四月八日 释迦牟尼佛诞生的吉祥日子里 姚氏就是夫人果然 就产下了一男婴 新生的婴儿 给孤苦的父母带来莫大的喜悦 夫人姚氏确信 无疑 孩子是甚深转世 注定要重述 世教 何丹起如来家业 这个孩子就是以后的一代宗师 道宣律师 道宣律师出生后 父母对他自然百般的呵护 万分的疼爱 母亲经常带他到寺院里 接受佛法的祝福和熏陶 父亲耐心的教他试制 背诵篇章 给予文学方面的教育 公元601年 隋文帝仁寿元年 道宣六岁了 有一天 母亲就将道宣喊起来 她说 我们今天出远门 因为他们在长安一带 举目无亲 也没有地方可去 然后她的父亲 已经在驱耻的日盐寺等他们了 所以他们要去 跟他们父亲会合 可是那路途很远 有一百多里路 日盐寺是在青龙坊 还没有完全建造好 这座大寺是 晋王阳广 师之所修 在了很大一块地方 气势非凡 里面住的僧人 大部分都是从 健康招起来的大德 有好几位与 前世生很熟 因此寺院在建造 陈世生就应邀前去帮忙 做些写写算算的事情 至于全家都去 另有缘故的 母子俩他们匆匆赶到了日盐寺 和前世生会合后 就搭日盐寺的牛车 向西南行去 原来他们到了日盐寺 还要再去一个地方 就是沿着中南山 继续向西 后来在太阳西下的时候 赶到了仙游寺 仙游寺是皇室避暑的宫殿 叫仙游宫后改为寺 一切建造制度仍然是皇宫的样子 气度致是不凡 只见他依三旧室 一座座殿堂伟然耸立 是在中南山的黑水浴口 室门外就是黑水河 蜿蜒蜒而过 仙游室果如其名 凡夫属子到这里来 会觉得身心霍然 成够顿消 就连道宣 小孩子也觉得 神势空明 格外的有精神 道宣随着父母向设立宝塔 慢慢移动 因为仙游寺有一座塔 这个塔显得很高大 要养殖了脖子才会看见 然后母亲就叫他说念经文 因为从京城奉送设立的使团 到了宝塔下 快到中午的时候 满山遍野都激然无声 朝廷的使臣开始 就宣读天子的圣旨 这圣旨的内容是说 正归一三宝 重新圣教 私与四海之内 一切的人民 聚发菩提 共修福也 使当今 见在远吉来世 永坐三婴 同登妙国 人们都跪在地上 供听所宣读的圣旨 后来发现原来是 有雪花片片的雪花既然都没有了 好像三川大地都屏住了呼吸 再静静地再倾听这个圣旨 后来五十道 恭请佛宝入塔 就是设立子 要请到这个宝塔内 那塔旁有三百六十位的身披法衣的森尼 其身送起了佛号 人们都纷纷起立向塔前行 各自向塔底下抛去了石纹的铜钱 就在这时奇迹发现了 头顶上原来是 阴天的天空 突然展开了一个大祸口 望到光芒就从这个祸口射了下来 照耀的山谷 通明透亮 有人就说佛光普照了 佛祖眷顾我们了 人们就惊喜万端 口中的佛号念得更响亮了 汇集在一起惊天动地 那姚氏和他的父亲 就拉着道宣的小手 就走到塔下礼佛三拜 他们也各自抛出了一枚 沉甸甸的铜钱 那道宣也向母亲伸出小手 我也要供养佛宝 可是因为夫妻两家 这个宝塔已经抛下了 两枚的铜钱以后 那是以前前朝的钱 所以他们从南方带来 就仅有的 这个雇国的旧物 已经没有钱币了 那母亲和母亲就为父亲为难了 道宣就看到自己身上 有挂到一面玉牌 他就自己把它取下来 向宝塔抛去 父亲要阻止 却被母亲拦住了 言论那面玉牌 是一位必试今修的老僧 送给姚夫人的 当年姚氏怀孕之后 常去附近一座小寺院静香 老僧见这个姚夫人气度不熟 非常虔诚 询问之下方知姚夫人就是 虔诚的贵妇人 那姚氏呢也告诉了 这一位长老 就是老僧就说 他有一个奇怪的梦 所以那个 这个老僧就将他身上 一面玉牌送给姚氏夫人 而且嘱咐到 这面玉牌另有来历 要善持之 可保母子平安 因缘找定 勿须孤立 这面玉牌 就是后来 孩子出生以后 姚氏就送给了这个道宣 道宣呢 将这个玉牌 因为那个老僧有说 这个玉牌是天然的生成 名佛心牌 道宣将佛心牌 向宝塔抛去以后 何时在地上跪拜 其实这个玉牌 是本来要给他护身的 可是道宣自然的 就将玉牌 供奉给宝塔 道宣的全家三口 因为他们就是前程的 这个佛化家庭 父亲和母亲 只要提起与佛有关的事 他们都是非常的欢喜 所以将佛宣当作精神上的家 寺院里的僧人就是亲人 特别是从日盐寺 延寝来的江南高僧 因为都是南方相应 所以就常使道宣的一家的倍感 就是亲切 宝塔四周 就反射出几道夺目的光亮 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奇异的景象 这个姚氏夫人 还有父亲前士生 都感叹不已 当他们还是南朝高官显规的时候 是无法体会到这种 与万千大众化为一体 且情感交融的感受 也想不到 经历如此痛苦的磨难 才能体察到人生意义的真谛 那姚夫人呢 就疼爱的摸着这个道宣的头 他心中充满了前进之情 对这个道宣的父亲说 观人 佛心在哪里 佛心就在眼前 前士生呢 也面露兴奋的表情说 佛心是就在眼前了 就在你我的心里 就在我们孩子的心里 道宣 注视着眼前的景象 似乎被其中的什么东西 深深的吸引住了 他没有听见父母亲的话 不知道心里在想着什么 回城的时候 前士生一家三口 他们就再搭乘日言式的牛车 那后来又临行 有来了一位僧人 在车上 大家就纷纷浪坐 那因为前士生是日言式的宾客 他们是坐在牛车的前面 然后呢 就挪了位置 就请那位僧人坐下 原来呢 这位僧人呢 就问起说 平生想向师祖打听一个人 不知可否 那前士生就问到说 不知法师打听何人 那这个法师呢 不方不忙的问道 提起此人博有名气 当年呢 南城军城 北行前往健康 念福等候车架 韩 请府遇大家杀戮 众人呢 站立如羔羊 唯此人大义离难 贺赐主之 辅悦临景 而面不改色 此人乃前秦立部上书 前大人 不知道师主认识此人否 前士生苦笑一声 达到法师谬战 实在愧不敢当 所说的那人 正是在下 这位僧人就说 久仰大名 没想到今日呢 得以拜事尊严 经上说 履行仁池啊 博外寄重 福长随身 师主 众善因 必得善果 那前士生呢 称谢不已 转身就将 这个姚夫人 还有小道轩 就介绍给这位僧人 那姚氏 已经注意到 他们的对话 就对这位法师 心生好感 于是就向法师 何时致意 那这位僧人就问道轩啊 公子几岁啦 道轩就打六岁 来这里做什么 来供养佛 用什么供养 小道轩就回答 用心 那这位僧人就 显得很诧异 用心 他就回答 我有一个佛心牌啊 用他供养的佛 后来这个姚夫人 见这个法师没有明白啊 就将佛心牌的来龙去脉 讲述了一遍 这位僧人就大为赞许啊 就将道轩啊 细细的端详 说道 我问你 佛心和人心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知道吗 那道轩呢 他就脱口而出 都是心 当然都一样的 那这僧人哈哈大笑说 说得好 说得好 一语以重地啊 佛心与人心 本无二致 小小年纪 真是 朴玉 魂金啊 施主 这个孩子 与我佛门大有缘分啊 那前世贞夫妇就合掌致谢 见法师夸奖 就说 孩子愚昧无知 请法师多多教诲 那这位僧人呢 也是位学富五居 才高八斗的人 内外之学都很精通 内外之学都很精通 所以两人就越谈越投机 真有他乡欲固之的感觉 等回到长安以后 前世贞 还有这个姚夫人啊 就每到了日言寺 就要领这个道轩啊 到这位这个僧人 这个法师住的地方 法师也非常喜欢 聪明伶俐的道轩 教他几段经文 或给他讲些佛传故事 讲些因果报应的传奇 尤其后来听姚氏讲了 梦中天竺圣生所说 道轩乃前世的身护身佣 相帝轮回转身 更是叹息不已 虽然禁令逐渐的宽松 但身份无法改变 前世生夫妇已看破了 仕途的凶险 不愿意孩子以辱学为前途 既然孩子与佛门有缘 便索性让道轩皈依佛门 道轩喜欢到日元氏去 那里的一切都兴起有趣 而且呢 师父还经常留给他 很多好吃的东西 有许多连剑都没剑过 是皇宫里送来的 得良才而遇之 乃人生之一大乐趣 那法师背绝爱琳 这个道轩 他常常回想自己过去 坎坷的经历 惋惜不止 日元氏 他是在京城 众寺院里 是有很高的地位的 在文帝执政初 照大兴散事 阎然天下名声 举之 唯独 南城当时 尚偏语一方 四里少有 江南的明德 晋王初问政治 便照了 日元氏 四里住的大部分都是 平城后 请来的江南高僧 诸多的法师都是 学运三东 生辞万里的大德法师 一时之间 日元氏里 人才寄济 也难成为 京城佛教 意学的重镇 天时地利 人和 慈母 严父 良师 在这样的环境下 道宣 如获之宝 努力地学习 迅速地成长 道宣 常会向他父母亲 问起 问题 我们家是江南人 为什么到北方来呢 还问他父亲 皇上信佛 佛祖讲不杀生 他们为什么要打仗呢 每当道宣提出这些问题 姚氏和前世生 总是感到为难 担心孩子不懂事 或从口出 不告诉他 看着孩子 渴求的目光 又愚心不忍 只好吞吞吐吐 缩一半 留一半 其实有些问题 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 道宣到日言是 常去问师父 师父也就 因果关系之类的道理 讲给他听 对于他家的具体事情 如父亲是不是当过大官 师父总是笑笑 让他回去问 父母亲 最后姚氏 姚夫人心软了 就将家里的情况 告诉了道宣 提起当年在南城 丈夫为曹中城 自己贵为夫人的往事 不免沉浸在回忆中 有一天 姚夫人又向道宣讲起了 当年在健康的念府边 夫妇两显成为刀下冤魂 因为那时候国破家王 不料道宣听完后就突然问道 佛祖说 赛有善报 恶有恶报 是不是父亲做了什么恶事 那母亲回答没有 那道宣又问 那为什么会遭到这样的大难呢 那姚氏回答不出来 想一想 犹豫的说 也许是前世的夜阴吧 道宣又追问 前世什么夜阴呢 母亲叹了口气 前世的事 怎么会知道呢 道宣就心里失望 他记得看过有一本什么书 里面就是提到 人与鬼神相通的事 所以他开始就找一些书想看 那因为几年前 在仙游寺看到宝塔的 这个浮光普照以后 道宣就对一些奇异的事情 深信不疑 不久 朝廷还将各地安奉 设立的祥瑞之事 编了一部设立瑞图经 请日言室的燕宗法师 将这部书翻译为梵文 传向天主 道宣就常到日言室 在燕宗法师那里就见到了这部书 就是设立的瑞图经 设立瑞图经提到 有很多的寺院立塔瑞吟出现 或是放五道光芒 或是空中有天月 就是都有一些瑞相 后来又找到了不少 这种至怪之书 如甘宝的收神记 陶浅的收神后记 还有刘义庆的幽名录等 道宣就看得如醉如痴 终于因精神懈怠 学业方书 就被师父顺戒了一顿 师父就对他开示 熟识之人无外乎两种 约贫者 约负者 两者都来去匆匆 忙忙碌碌 贫者忙于衣食 负者忙于享受 入我门者应当 攘然独醒 为什么呢 因为肩负的责任不同 出地狱而登 极乐 入地狱而救昌生 谈何容易 前梁朝有一个大善之士 名叫刘邪 他说 生也有芽 无芽为智 人之世寿不过百年 如白居过细 正夜尚未 窥得门境 心若旁骛 岂非北侧而南原 母亲听了道宣叙述师父 的这番话 也深深地自省自责 他了解儿子的心性 后来就问道 师父是说得很对 那母亲问你 从我们家 去寺院里 步行 乘车 乘马 哪一种最快 你愿意用哪一种方式 道宣就随口答道 当然是骑马最快了 孩子愿意骑马 那母亲接着说 这样就对了 步行者一步三摇 并且这边瞧瞧 那边瞧瞧 所以最慢了 乘车者 车轮滚滚向前 还有空侠 左顾右盼 骑马不同了 虚得双眼直视前方 两手空僵 一刻也不能分心 这就是骑马最快的道理 那母亲就 看到宣以后又问道 你还愿意选最快速的骑马吗 那道宣回答 孩儿还是选骑马 又补充道 孩儿再也不分心了 然后那母亲呢 就在问她 你是愿学大学问呢 还是愿学小学问 那母亲呢 又随即就叹了口气 依你现在的状况 即使骑马快马加鞭 也不一定就能学到大学问 道宣就不以为然说 为什么呢 那母亲就告诉她 因为你要学的是 世间最大的 也是最难的学问 世上的大学问 莫于是 世道乳三种 你父亲学的是乳 道是学有所成 满腹经伦 在南国博有名声 可是到头来 不但失业无成 且国不保 家不保 你师父早先学的是道 学了两年后 连自己也疑惑都解不了 更不用说 济世度人了 于是才改学了佛法 所以说 佛学是最大 也是最难的学问 他们都是专心致志 持之与恒 不免遇到不少挫折 你若不能专心致志 奉勇精进 必然就沉溺于苦海之中 师父常给你讲的 自度度他的道理 就在这里 你如果连自己都度不了 怎么能度别人呢 师父和母亲的 尊尊教诲 使道轩的心情 久久不能平静 他一方面悔恨自己不争气 另一方面 师父和母亲的期望 都使他感到兴奋 自己能挣脱苦海的枷锁吗 能自度而又度他 道轩心里没有把握 但从此以后 他像突然长大了 成熟了许多 入佛门者应当 让然觉醒 因为肩负的责任不同 道轩 以一年 他能够背诵了金刚经 心经 弥勒上身 下身经 后来 在二十天内就背完了 缓华经 七卷二十八品 记有九万字 日盐寺是皇家的寺院 灾饭自然与普通的寺语不同 极为精细 虽然是青菜 豆腐 面经 但横调的横讲究 四碟腌制的小菜 四碟正菜 还有四色的树点心 以色的官窑 细持 日盐寺是晋王所见 僧人都从南方来 所以饭菜的口味 清淡爽口 前世夫妇每到日盐寺用灾 总会联想起 当年健康的生活 感叹不已 道宣后来入籍在日盐寺以后 待法修行 四里上下都对道宣一家人 很了解 所以向方丈法师禀告 登记注册 就可以住在日盐寺待法修行 师父给他的一部华经 是师父自己公笔操的 道宣看着看着就被吸引住了 因为华华经经文的文笔 非常的优美 穿插不少比喻故事 于是道宣临心尽思 先被续品 从如是我闻 一时佛筑 王舍成 齐泽窟中 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 皆是阿罗汉 猪肉已尽 无腹 烦恼 在半天的时间里 就背完了四千六百多字 并且没有一点错的地方 因为有一位和他一起 在这寺院的一个叫做道明 他就听着这个道宣背诵 道宣越背越快 就像竹筒稻豆子一样 而且没有一点错 所以道明就非常高兴说 这样子不要跟谁说 到时候师父一定会吓一跳 所以真的在二十天内 道宣每天背诵 华华经 就在二十天内完成了 华华经 七件二十八品 九万字 等到道宣背诵的时候 日元寺上上下下议论纷纷 因为道宣既然在二十天内就背完了华华经 而且不只是会背诵 领会华华经三圣归义的主旨 在日元寺上座 室主 维挪三纲会议上 道宣的学识才能引起了全世大德的特别重视 一致建议尽快有适合的机会 与余剃度 然后在西元六百一十二年 道宣十七岁的时候 道宣就正式剃度为生了 经过多年的观察思考 道宣学业发展 而且他的师父就根据道宣的个人情况 当时的中土佛教的发展 打算让道宣学律 道宣的师父虽然不是律师 他有一位智首 就是一位律师 就是在长安 是全国力学界的技博 道宣少年老陈 借恨严谨 喜读书 散思索 有耐心 记忆力特别好 是一块学历的好材料 道宣的师父跟智首律师 是自由 时常相聚 交流心得 大禅定是在长安城的东南角 日延是在长安城的西南角 所以他们有互相往来 后来就正式去 拜这个智首律师 为他的学习的一个师长 就医职的师长 那智首律师就对这个道宣发问 以何四因缘来到这里 然后道宣就回答 弟子四道宣前来请求师父慈悲 教育律法 为何要学律法 智首律师就很威严地问 今云界为无上菩提本 又云佛在以佛为师 佛不在以界为师 界律为佛法之根本 为三学之基础 由界申定 由定方能申会 所以弟子发誓愿 求学律法 智首律师又问 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来 弟子以为 现之末法时期 群魔蠢动 欲艳高张 正当与立法违景中 破除迷雾 正本清源 须佛会命 救济昌生 故弟子已在佛祖前 发下寺院 学历词律 终身不改 这时候律师就大声地喝道 你说已在佛祖前发下誓愿 何以为证 道宣就脱口说道 佛祖为证 智首律师接着追问 佛祖在哪里 忽然呢 他的脑子里 灵光一现 从容何时地达道 禀告师父 佛祖处处皆在 坐在旁边的 慧满 道新 智新等 三位青年律师 一直默不作声 这曲 他们听到相顧私舍 面若惊讶之甚 智首律师 双目为弊 若然无事 平静地说道 好 直到佛祖处处接在 就好 道宣在日元寺的住处 研读佛陀耶摄义的四分律比丘戒本 像道宣这样出家不久的僧人 因为知识和见识有限 只能听师父说戒 不能读戒本 但智首律师经过几个月的考察 破例允许道宣 原读戒本 而且这本戒本是 自首律师自己 集入编撰的 并不是当时的流通本 佛教的觉律分为两大类 即戒和律 一个叫子词 一个叫做词 前者是不能如何如何 主要针对个人 后者的意思是 应该如何如何 主要针对团体 道宣看到了 当求雨寓一 半月应用欲 联想到现实的状况 不知陷入了沉思 因为印度属热带的 其后一年中有雨季 佛教的安居 即由此而起 中途称为座下 雨季当然也是需要的 但半月应用欲就难了 现今长安的动荡不安 公失日少 只能勉强维持吃饭 何况正在严冬 全市的身重一月两次沐浴 光心探就得用多少 屈指算来 浴室已经有一年多 没有生活了 后来自首律师就同意日言寺的四位青年僧人 就是道宣道明还有两位僧人 他们就前往大禅定寺 这首是传界的大师 为他们传授巨竹大戒 巨竹的意思是全部圆满 受此戒之后将成为比丘 受此两百五十条比丘戒 可幽入圣域 皆登圣位 进了大禅定寺以后 发现有不少外师的青年学生 有一些是俗家的施主 升官道就是要开坛受戒了 求戒的青年学生在 医子俗家的师父带领下 纷纷来到大禅定寺 求戒生人就一个一个轮流进行 手盆法医和波瑜 道宣和其他的求戒生 一样的激动不语 终于成为比丘了 得戒了 有资格拜越绿杖经典了 道宣心里就这样想 可是他突然又有一个疑问 像散电的划过脑海 我真的得戒了吗 看看天 天还是那样的天 看看地 地还是那样的地 看周围 殿格依旧 师父还是师父 师兄还是师兄 道宣的心 还是有个声音在呼唤 我得戒了没有 我得戒了没有 道宣无法想象 要是没有得戒 他决定仿照这个治守 律师当年的办法 祈求佛祖显灵 不 一定得证实一下是不是得戒 祈求佛祖眷顾 完成了全部的受戒 移成后回到日言室 他将自己的想法 禀告了师父 师父没有说一句话 想一想 神情严肃点头 后来就从佛看下 就取出一支 香满金玉珠宝的宝函 说到 此函是当年南国建筑室 供奉设立的宝函 旅有应验 缩完闭幕夫座入定 道宣 双手捧着宝函到佛塔前 打开一看 里面一无所有 他将宝函放在塔前 然后面对宝函顶里 常跪不起 双手合十 将自己记得的所有经文 一步接着一步背诵 三天过去了 利米未尽 滴水未尽 膝盖下流出鲜红的血 四肢僵硬了 只有胸前的热气在涌动 但神势依然清明 恍然凌结 后来道宣缓缓缓地站起 双手捧 宝函顶在头上 开始绕塔行走 每走一步 送一声符号 每走一步 送一声符号 日元寺的全世也送今生不断 因为全世的深重 就开始一传十十传百 就开始也加入了送符号 天色见完以后 道宣的诚心感动了佛主 只见满天硬起了红霞 尤其日元寺上方的天空 更是红得如雪色一样 当西方的夕阳放射出最后一道光明的时候 日元寺宝塔的宝顶 射出了道道的霞光 宝塔前 道宣头顶上的宝行 也射出了耀眼的光芒 霞光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幅奇妙的图像 不知道是谁突然喊到佛光 更多的人呼喊佛主显灵了 奔向塔前 扑倒在地 道宣是浑然不觉 好像进入了忘我的境界 后来有一个声音说 道宣一声 狮子吼道宣惊醒了 睁眼一看 原来是炙手律师喊他的法号 披着法衣 仿向庄严 三位法师 就是炙手师父 还有方丈法师 还有他的师父 他们就从 这个道宣的头顶上取下了宝寒 轻轻打开寒盖 里面竟然有一粒色粒子 正在滴溜溜的转 夜光盈盈 后来道宣完全的清醒过来了 手喷饱寒 心里狂呼着 我得戒了 我得戒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